大家好,我们在使用StableDiffusion的时候 假如你使用了这个GatePool这种自动更新 我们StableDiffusion版本的这个参数的时候呢 下面他没有进行自动更新 而是给你提示了不能连接到我们这个 127.0.0.1的这个代理地址 那么就不能自动更新了 一旦你出现这种错误 那么你需要去取消这个代理地址 怎么取消呢 我们可以在终端里面去输入这端代码 输入完成之后我们按回车 会给我们提示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代理 是这个地址 然后呢我们再输入这段代码 去取消 我们的代理 取消之后我们再来 输入 查看代理地址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已经没有代理地址 这说明我们已经取消了代理地址 然后我们重新打开StableDiffusion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就能够 自动更新成功了 可以看到 上面有提示 already up to date 假如说 已经提示你了 这个代理地址 无法连接 之后呢 你去也是能够使用StableDiffusion的 但是 它与网络上的连接已经中断 那么你在这里面 但凡是从网络上下载一些模型呀 或者是从网络上生成一些 生成一些内容呀 那么 都会有风险出现错误的提示 那么最好是 将我们的网络连接呢 给它设置正确 不让它出现代理连接错误提示的这种代码 最好不要出现 然后你再去使用这个StableDiffusion 这种错误呢 容易出现在什么情况 就是我们 我们有时候呢 用一些代理地址 去连接网络 或者是使用魔法 去访问一些地址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会用代理地址 我们有时候 使用或者打开这些代理地址呢 都会影响到我们StableDiffusion的正常连接 所以说 一定要 设置好我们的代理环境 再打开我们的StableDiffusion 去进行使用 好了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今天主要是给大家解决这个 连接 出现代理地址 出现错误的 这种解决方法 如果大家觉得有用呢 请为我点击关注加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